你相信三个字的信念力量 可以带你走出人生的低谷吗 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 上师只教给了我三个字的吸引法则 让我彻底远离了几乎每个女性 都会有的焦虑和内好情绪 大道之谨啊 你千万不要不信 当一个人身处低谷的时候 不管谁来问起你进来的状况 你切记只告诉他三个字 我很好 多余的话千万不要讲 每天心里都在告诉自己 我很好 让这些正向的思维 通过莫娜时储存到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的心情 胃口 身体的状态就会真的越来越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三个字的力量 接下来听完就是你即将走出困境的开始 因为从能量的频率上来说 我们每个人当下的处心 都是自己吸引和感召而来的 那么当你不断地向别人倾诉 自己的不好的时候 说明你自己的内在很匮乏 想向外抓去 获得别人的同情和依赖 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大多数的外人并不会真的感同神圣 只是多听了一个故事而已 而更要紧的是你在不断地向宇宙传达你不好的信息 这种负面的信息越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越不好 所以千万要注意这些念头 金刚经的法眼是什么 又是善护念 护住自己的念头 所以要坚定地对外界说 我很好 每天花半个小时记得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告诉他我很好 久而久之 这种能量就真的会吸引美好的事情发生 相信自己 你的当下即将就有好事发生